建立一个ATM ATM 我们叫ATM Inputs 这边的专案名称 专案建立之后 画面大概长得像这样 第一阶段先不要加图 先只是做按钮就好了 把按钮加上去 分别是1到9 清除、确定、结束 上面放一个ADTest 名称叫EDATM 名称的话尽量 参考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名称 右边都会有这个名称 你稍微把它放大一点点 这边EDATM 尽量用这个名称 这样将来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可以对应得到 不然到时候你看我的程式 结果你取的名字是另外一个 那就会产生错 前面的名字跟程式是相对应的 如果你这边取的名字 跟后面的程式不一样的名字的话 完蛋了 程式就会抓不到 所以特别注意 尽量跟这个一样好了 那不然的话你改了之后 你后面一定要跟着改 那第一阶段我们先不要做图 第二阶段再把图加进去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呢 先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新建专案 其实也非常简单 在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那里面的话呢 就输入一个叫ATM 叫大写的I Input OK 然后 Package Name的话 看要不要改一下 Example 不要改Example 叫Label 就是劳工大学 劳工的缩小 OK 然后这个版本的话 我们用2.33 这边也是用2.33 反正暂时都用2.33好了 OK 那这边选择 没有 这个布景主题选择Nam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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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 只有改一个专案名称 跟改那个Package Package名称 按完成 这样就完成专案的建立了 OK 第二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开启我们的那个画面的部分 那你一建立之后的话 如果你是用4.33 他会自动帮我们开 城市 跟旁边是画面 那画面现在预测是白的 那你会想说 那为什么你的是黑底呢 我的是白底呢 因为我是用 旧的版本 之前本来是黑底 他改来新版就变白底 那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你白的黑的你自己可以改颜色 那只是说 如果是白底 那就白底吧 那只是说里面要怎么布局 接下来的话 先把这个先删掉 因为这个 TestView不需要 先按Delete 先删掉 第二个的话 把这个Relative 有没有 那Relative 是相对的意思 Layout 是版型 所以我们把相对的版型 改为什么呢 按右键 Change Layout 把这个版型改成什么 改成线性的 就第一个就对了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先是放什么 放一个AdTest 然后里面只能输入数字 所以我要怎么放一个AdTest 可以输入数字 那这边的话 这别注意就是在FoneWidget下面 这边有个叫TestFills 这个TestFills就是文字的什么 这个Fills是栏位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都是放什么 可以输入文字的栏位 就是放AdTest的地方 那里面的话 我们只能输入数字的话 请各位往下找一下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只有数字 而且只有整数 请各位不要小数点 因为ATM没有人在打小数点 你的密码应该没有小数点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找到TestFills里面的这个 Lumber拖拉过来放开 这样就出来 再来按右键 ID改一下 叫做ED 都统一好了 ED 什么 ATM 如果名称不一样的话 请看一下 这个上面 ED ATM ED小写 ATM大写 尽量都一样 这样比较不会有问题 好 第一个完成了 对不对 后来底下要放1到9 1排 2排 3排 4排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先这样 切到那个版型 因为我要放三个按钮 放在同一列上面 对不对 所以要先放一个水平的 H这个 H这个 然后你其实如果 这个英文字看不懂 没关系 你就看这个图就好了 这个是什么 水平的 这个是什么 垂直的 所以你可以 不认得那个英文单字 你可以认图就好了 OK 那你知道 拉这个水平的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上面 阴影出现 放开 它就出来一个 对不对 那里面放三个按钮 再回到风味去 按button button的话怎么丢呢 拖拉过来 对不对 丢这边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丢这边 有时候不准 我比较习惯丢这边 出现阴影 对不对 如果你出现黑色的阴影 表示说要丢进去 如果你出现一条线 表示要放在这个中间 特别是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对这个都不习惯 那你就是不要急着放开了 反正你手 就先不要放 等到准了之后 有没有 也有阴影 放下去 一个按钮出来了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按钮 按右键 把宽度稍微改一下 大概差不多60好了 60DP左右 我印象中 大概给它60 差不多大小 因为有三个嘛 那如果60不够的话 你就60 80 90 100都可以看你自己再调整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又有三个 对不对 你就再做三次 这个宽度 我看 Y10 60DP OK 然后的话呢 第二个出现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从这边拖拉 或者从这边复制上来也可以 可以 那我的习惯复制按Ctrl键 Ctrl键 再丢进去也可以 Ctrl按住 对不对 再按住它 丢进去 放开 第二个就出来了 再按住它 Ctrl键按住哦 丢到里面去 放开 也可以啦 或者从这边再重拉 但是重拉 这边你要改它的宽度 所以 直接这样大家可以少改一次宽度 偷懒的方法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分别把它怎么样 这一个的三个按钮 叫什么 字中 对不对 按右键 有一个就是方向的 这个 这个的话呢 把它改成 不不不跟正一下 应该是这个 这个改成什么 Center 它就放中间了 这边有 按右键 这边有个Gravity 把它放中间 再来的话呢 它分别改什么 改它的ID 这个按右键 ID的话叫B01 Enter 这个叫B02 Enter 依词类推达 然后再来就 右键 B03 Enter 然后上面的字怎么样 按右键 Edit Test 这个输入1 Enter 宽度跑掉了 看一下 不过暂时先不要理它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输入2Enter 输入3Enter 上面就123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基本的一排 那这个我想 宽度的话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到底哪边的问题 OK 那试着先把这边的123 先做出来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这地方 因为我按右键的时候 应该是设定那个Layout的宽度 结果我设定那高度去了 所以这地方应该记得 这个是Wise 是宽度 把它改为60 就OK了 那刚刚原来的话 就是让它什么 Warp Content 就是随着那个内容 它自动会去调整高度 因为预设了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再分别把那个底下 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用复制的方法 就直接 直接这样一排 先一排 对不对 B01到B03 然后选它之后 按Ctrl鍵 把它拖拉到上面这里 放开一个 这样多一排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两个一起选取 再按Ctrl鍵 一起丢 要多一排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四排 那四排之后的话呢 先把它存档一下好了 那分别再把这些什么 改成这个 分别改成 B0456 然后789 那这个的话就是 B Clear 然后B OK B End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我们要看 如果把这个改成 这个什么 改成那个图字的话 那会漂亮一点点 那只是说这个图在哪里 基本上 其实各位可以Google搜寻 搜寻那个数字的图的话 就会有 那里面我是从那个Google里面 搜寻到那个图 再把它裁切 切成一个 是60x60的一个小图 不过 你如果各位要自己再去找也花时间 所以 在那个 我云端白板 在云端白板上面 里面这边就有个PIC60 那请各位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下载 啊 记得这个下载 要用那个Google浏览器 不然用A1好像无法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 里面的话就会有 有十 我印象中好像有十八张图 你就再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 解压缩在桌面上 这个开起来之后 解压缩 这个里面的话 有十几张图 那我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图 解出来 或者你直接解压缩 解压缩到 或者把这个PIC 拖拉到桌面上 这个拖拉按住 它就解出来了 解在桌面上 这个把它关掉 那这几张图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1 这个是 有底色的1 2 然后有底色的2 3 4 总共有9到 有十几张图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就是说 把这边的十几张图 分别怎么样 就把它选起来 那怎么样加到那个 我们的 就是 我们的专案里面 基本上很简单 你把它复制起来 Ctrl加C 再切到我们的 这个专案里面 那记得不要放错位置 是在 R1 S 里面 这边的话呢 有很多的Drobo Drobo开头 那你只要贴到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其中一个 它因为有分成好几种Size 我们只要贴其中 或者你在自己再怎么样 再增加一个叫Drobo 因为这边有五个嘛 我们就是 名称一样 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 资料夹 那资料夹名称的话 就叫做这个 叫 记得不要打错 Drobo A B L Drobo OK 那按去 按完成之后 这边就有个Drobo 请你把刚刚的那18张图 按右键 贴上去 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18张图 就会到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专案里面 特别是 R1 S 里面 你在按右键 新建一个这个Drobo 那这个名称 各位可以参考 这个名称 那把刚刚的那些图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修改这边的图了 好 总共有十几张 总共有18张 其实将来可以做成类似像动画 按下去 没有按是一个颜色 按下去就变深色 这边做动画 那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试试看 特别注意 请参考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上面的画面 这边分别B01到B09 那底下的话就是有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CLEAR B CLEAR OK AND 那另外的话呢 从云端白板上面 去下载这一个资料 这个ZIP的档案 并且解压所有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